好 接著來就是一個女孩子 她叫做何漢兒 一來她初賽的時候 就是唱愛鳥就知道的 現在就是唱一首我們很熟悉的歌曲 就是別在傷口灑鹽 為什麼要唱一首這麼悲情的作品呢 因為我聽這首歌的時候 就覺得它很打動到我 所以我就想舒服這個感情 好 多謝你 這樣交台給你了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久不見 你收了一大圈 哭笑的念 夢兒淚 你說好難願 卻中了愛年 往往要上個三五年 你拒絕在看見晴天 你拒絕在看見晴天 卻中文裡快樂有多遠 愛的平衡心 愛的平衡點 愛的平衡點 小心那年 感情了 該不見晴天 別讓昨天在你傷口 光旺的撒野 沖掉心中愛的餘味 再會變 那窮人不值得留戀 那些愛做一天做一天 相愛的情歌 你聽無言 相仇的局面 你有多不願 你步步的往自由門外退 別讓昨天在你傷口 狂妄的撒野 一碰就痛 一想就悲 愛已變成人老了好幾十歲 別讓昨天在你傷口 狂妄的撒野 沖掉心中愛的餘味 再會變 別讓昨天在你傷口 狂妄的撒野 別讓你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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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妄的撒野 何翰兒,謝謝 真的挺淒慘的 那種感覺唱出來 怎麼說呢? 有沒有又唱到你失戀? 好了,是時候問一下Gary 這首歌叫做別在傷口灑鹽 嗯 我覺得你沒有灑鹽在傷口裡 因為 我說真的,認真的 因為這首歌,我想你選這首歌來比賽的時候 你應該之前聽了很多次的Original 是 那張惠妹去處理這類歌 她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她交了很多氣出來 就是交了很多很多她內心的氣出來 就是你去演出 她用聲音去演出一些表情出來 那既然歌詞加起來 已經寫得這麼慘了 再加上她的表現 那你選這首歌的時候 你應該要取其之長 就是你要拿回她的一些方法去 嘗試套進去你自己的唱法裡 現在我覺得你沒有什麼 聽下去我會覺得沒有什麼大錯事的 OK? 但是那首歌的意思表達不到出來 還有,我不覺得你 因為這類的歌 很內心感情的歌 你應該要讓人覺得你是在唱你的故事 但是你沒有 我聽不到 這個是遺憾的地方 我覺得 繼續努力阿姨,好嗎? 謝謝 好,謝謝你 謝謝你 可能你唱會比較投入 不用了,我不想做Story Teller 不過我想說真的 在台上唱歌 能夠感動到台下的人 分數自然會很高 接著來下一位的參賽者 他叫做阿朗賢 是嗎? 是,霍朗賢 霍朗賢,OK Hello,大家好 你好 你好 霍朗賢初賽和決賽 都決定選了同一首歌來應戰 這首歌很厲害 是呀,我… 是呀,我很喜歡 是呀 她的胞胎 是呀 很閃 是呀,bring,bring 但是我知道你選了一首很搖滾的作品 是嗎? 是呀 是哪一首呢? 蕭敬騰的王妃 蕭敬騰的王妃 是嗎? 是 你現在Rock一下來聽聽聽吧 搖滾一點,1,2,3 Yeah 太好了,準備好 好,掛著跳 謝謝你 謝謝 希望你會喜歡 的味道 小佔 好,阿琐 One Pom reject 搖滾的紅球杯 嘴全喘染著全身 那不寓側的美 能時呢得醉 西湖心ости姿看誰 重啟兩幹?黑層尾 脚下摘着玫瑰 为天一颗文档安慰 可怜 像传统的音乐 敲热麻热麻热麻热面 不承命的香水 举举的桂梅 锋利的高跟鞋 能多少心酸破碎 玩到一般的美 安慰你的秘密怀热 也太美 尽管在危险 中原原黑的眼光熬着夜 也太美 尽管在危险 更配上了一切 敲击千年的泪 也太美 尽管在卑微 别生成本是水母的滋味 你太美 尽管在屋檐 也太美 我多想永迟 被隔着世界 我的王妃 我要挂起你的美 那吹音的音乐 听起来多么因为 你无装的防备 想你的视线 靠近我一点点 是不一样的世界 暗随着我的肩 我用生命为你加冕 也太美 尽管在危险 中原原黑 尽管在危险 爱太美 尽管在危险 愿陪上了一切 超级千年的泪 中太美 尽管在卑微 野生成本是水母的滋味 你太美 尽管在屋檐 我多想永迟 对隔着世界 我多想永远 我要挂起你的美 我多想永远 我要挂起你的美 你太美 尽管在屋檐 你太美 尽管在屋檐 我多想永远 我要挂起你的美 我多想永远 我要挂起你的美 耶...嗚... 耶... 對 好啦,我先問Hanjin老師,好嗎? 覺得朗賢唱成怎樣呢? 好啊 很搖滾,很有風格 這些風格都適合,高音很漂亮 那些叫出來的那些 很厲害,很厲害 其實可以很高分的 輸了兩點 第一點是唱歌曲的位置 音準 那原因在哪裏呢? 原因就是在第二點出現的 我懷疑 你在台上的時候 有一半的時間 你不知道雙手應該做什麼 然後你很在意這件事 你很在意我雙手應該做什麼 這就影響了你的演出 我懷疑如果你就這樣 你不需要理你這隻手要做什麼 你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我的演出夠不夠精彩 我有沒有抓到觀眾的反應 你不用想這件事 因為這不是一個演出 當你簽了給Paco之後 然後你正在演出的時候 你就要想這件事 因為這是你的責任 但是呢 今天呢 你是一個歌唱比賽 你只需要唱好你的歌 其他東西 不會太過影響你的分數 反而呢 你的聲線 你一Pitch走了 就影響你的分數了 所以 如果可以專心一點 如果比賽有下一關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 專心一點唱好你的歌 不要提理你的手放在一邊 你需要走左還是走右 你就一定會拿到你最高的分數 你應得的分數 好嗎 明白嗎 好 繼續 謝謝 謝謝